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网报节目 今天的焦点是中国企业在美国和香港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将在明年迎来增长的机会 这背后的原因不仅是市场的恢复 也是投资者对获利退出的乐观情绪 随着自驾车公司WeRide成功上市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重新点燃了在美国和香港上市的希望 尤其是在监管环境逐渐明朗的背景下 尽管过去几年IPO市场低迷 但分析师预测 随着利率的降低和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束 2025年将迎来复苏 尤其在香港 许多企业正计划在明年进行上市 主要集中在生命科学和科技领域 这不仅是企业的机会 也是吸引外资的重要时刻 然而香港的IPO速度仍低于预期 第四季度通常不是上市的好时机 但投资者对明年的市场充满信心 许多公司已经开始积极筹备 这其中的挑战与机遇并存 尤其是在地原政治的影响下 香港成为了企业寻求资本的首选市场 另一方面 在体育界西蒙娜哈勒普的意外出局 让人不禁思考他如何从失利中寻找积极面 这位前世界第一在香港公开赛中被中国选手袁月击败 尽管如此 他仍然展现出坚持不懈的精神 期待未来的回归 综合来看 无论是金融市场的IPO回难 还是体育赛场上的挑战 都在告诉我们 在困难中寻找机会 永远是前行的智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本次特别节目 我们关注的主题是 中国企业在美国和香港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活动 以及这些资本市场动态背后的更深层次背景和影响 这一切的分析基础来自于CNBC的最新报道 首先 我们观察到 随着中国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寻求融资机会 尤其是在美国和香港的IPO活动预计 将在明年有所增加 分析师们认为 经过一段时间的低迷状态 市场的情绪正在逐步回暖 这位中国企业在美国和香港的IPO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今年 中国自驾车公司V-Ride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 股价上涨了6.8% 这激励了其他中国企业 例如无人出租车运营商Pony AI 也在积极申请纳斯达克上市 滴滴上市后的教训深刻 因受到中美两国监管机构的密切关注 短时间内被迫暂停新用户注册并最终退市 这一事件曾导致许多中国企业 对赴美上市持谨慎态度 然而 随着两国对上市流程的明确 情况正在改善 Morrison Forrester的全球共同主席 Marsha Ellis指出 预计到2025年IPO市场将复苏 这主要是利率下降和美国政治 不确定性消除的结果 尽管中美之间的监管问题依然存在一些担忧 但许多问题已得到解决 使得中国企业对在香港或纽约上市充满信心 香港市场方面 根据香港交易所的数据 截至9月30日 今年已有42家公司在香港交易所上市 另外还有96个IPO申请在审核中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人工智能和汽车芯片开发商Horizon Robotics 以及国有瓶装水公司CR Beverage 成功在香港上市 成为今年最大规模的IPO之一 尽管如此 香港IPO的整体速度仍低于预期 意外的全球IPO负责人George Chen指出 第四季度通常不是最佳上市时机 多数公司可能要等到明年2月才会采取行动 投资者对明年的市场持乐观态度 尤其是在生命科学科技和消费品领域 这些领域的公司正在积极准备IPO 值得关注的是 许多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公司 将其视为检验投资者 对其他市场IPO需求的试水 虽然地缘政治紧张 使香港成为优先选择 然而美国资本市场的深度和广度 也吸引了依赖先进技术 但尚未盈利的公司 这些公司认为在美国上市 可能更受投资者青睐 根据意外的数据 今年以来 美国交易所的IPO中 超过一半来自外国公司 这一比例是20年来的最高水平 中国企业如极力支持的 Zeker和Aimer Sports 已在美国上市 而Windows计划在2025年 进行美国和欧洲的双重上市 这些IPO活动的复苏 将帮助资金成功退出早期投资 因为IPO的减少 削弱了对初创企业的资金支持 Pretien的Lie表示 投资者重新关注中国 这与他们之前投资印度和中东的市场形成对比 他看到中国市场潜力提升 尤其在资金回流 公司估值和退出环境上 尽管活动仍不及过去两年的高峰 我们还要聚焦于北京的政策动向 以及中国对香港经济的支持 在另一篇报道中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提到 中国负责香港事务的高官夏宝龙 与大型跨国企业一和集团的领导会晤 强调北京对一国两制的承诺 并希望一和集团能帮助提升国际对香港的理解 夏宝龙的言论显示中央政府致力于通过改革和开放来稳定香港经济 并期待外资对香港保持信心 与此同时香港网谈也有新动向 香港公开赛上曾为世界第一的西蒙娜哈勒普意外输给中国选手圆月 这场失利成为他进赛后重回赛场的重要一战 尽管在比赛中表现不佳 哈勒普计划以此为契机 努力寻求更好的状态 综上所述 中国企业在美国和香港的IPO活动级政策的支持 不仅反映了全球资本市场的动态变化 也是中美关系和香港经济发展的一部分 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一个复杂但充满潜力的市场环境 为投资者和企业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和挑战 我们将密切关注这些市场演变及其更广泛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首次公开募股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简称IPO 是指一家私人公司首次向公众投资者发行股票 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过程 这一过程使公司能够筹集资金 以支持其增长、扩展业务或偿还债务 同时也为早期投资者和创始人提供了一个退出机会 IPO的实施通常由投资银行承保 这些银行负责协助公司准备必要的法律和财务文件 制定价格策略并与潜在投资者会面 该过程包括多个步骤 例如选择承销商、准备和提交招股书 进行投资者推介 ROAD SHOW 确定发行价格范围 以及最终的股票定价和上市 首次公开募股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荷兰东印度公司 该公司于1602年 在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 进行了首场 IPO 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例股票募资活动 这一创新 使公司能够从更大的资本市场筹集资金 从而支持其全球贸易业务的拓展 自此以来 IPO已成为企业筹集资金的重要方式之一 20世纪以来 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扩展和成熟 IPO活动也变得更加普遍 特别是在科技行业 许多知名企业如苹果 谷歌 脸书等 都是通过IPO成为上市公司 进一步推动其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 在当代 进行IPO的公司 必须遵循严格的监管要求和信息披露准则 这些规定旨在保护投资者 确保公司提供准确和全面的财务信息 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和其他国家的类似机构 负责监管和批准公司进行IPO的申请 在经济数据方面 IPO市场的活跃程度 经常与宏观经济状况相关 在经济增长和市场表现强劲的时期 IPO活动通常更为活跃 因为投资者对新股票的需求较高 公司也更容易以较高的估值进行募资 然而 在经济下行或市场不稳定的时期 IPO活动可能会减少 因为对市场条件的担忧 可能导致投资者的谨慎态度 IPO的成功与否 通常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包括公司的财务表现 行业前景 市场环境 以及投资者对未来增长潜力的预期 成功的 IPO可以为公司带来大量资金 提振公司形象 并提升市场认可度 同时 公开上市也意味着 公司需接受更高的透明度要求 和市场监管 这可能对公司管理层构成挑战 总体而言 首次公开募股 是企业从私有公司 转变为公开上市公司的关键步骤 不仅影响公司的资本结构 和财务灵活性 还影响其未来的战略方向 和市场竞争力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 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